热林现在已经到高雄市 这边天气终于露出太阳了 一间餐厅还趁机推出了兑换五折雀活动 结果吸引民众大牌长龙 人能有五六百公尺长 联线记者林嘉远 好主播 这位观众现在所在位子呢 就是在高雄市中山路的现场 其实呢天秘台风所对高雄所造成影响 是风雨一阵又一阵的 早上的时候有时候风雨还蛮大 但是现在呢 目前呢 其实是有点暂缓的趋势 所以说呢 其实现在有非常多人 大批的人潮都在这边排队 他们是要来参加一个公益活动 也就是呢 要把这些家里不需要的童书 全部给捐出来 捐两本的话 其实这个业者呢 是有提供说 其实有五折的一个餐券 所以说呢 其实他们拿了很多的童书 妈妈你今天是特别来拿童书捐赠的是不是 对 是 为什么 因为家里还有很多书啊 那已经看到都看过 就可以来这边做公益捐书 而且刚刚现在天气放行的 是是是 就赶快出来这样 等一下风雨又很大 对 昨天是不是还蛮恐怖的 对 昨天风还蛮大的 也都一下大雨 妹妹都有吓到这样 很可怕 OK 谢谢 没错就是因为早上的时候 目前是难得天气放行的 早上的时候天气还蛮差的 风跟雨都还蛮大的 所以说呢 目前天气还不错 所以说这个公益活动 目前在高雄呢 还蛮多人参与 希望把这些童书能够捐出去 而且呢 很有可能也要把这些书捐给一些 之前台风受灾的小学 所以说呢 这个活动 目前天气不错 还蛮多人参与 把镜头交换捧妹 好